很快朝廷令周郡各举义兵的诏书就传到了卓郡 24岁的刘备以卓县义军首领的名义率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开始了他 40年漫长的征战生涯 公元189年 荒淫无度的汉林帝驾崩 14岁的皇子刘备即北 外戚和静出任大将军 主持朝政 和静在一批士大夫的支持之下 不顾朝臣反对 私召梁州军阀董卓率金兵入京 以求将宦官集团一王打击 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后趁虚而入 把皇帝刘备废为红农王 改立九岁的刘夕为县帝 又自认相国 董卓在洛阳实行专权暴政 纵农士兵奸淫努略 连皇族也没能亲民 以致人心惶惶 内外官僚招不保新 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也激起各路群雄的痛恨 顿时天下英豪闻风而起 以讨伐董卓复兴汉士为由 结成同盟 一场逐鹿中原的群雄大战逐渐展开 此时身为汉士宗亲的刘备 眼看汉士垂危 便毅然决然地带着仅仅数百人的部队 加入到了残酷的混战之中 数年征战下来 虽然刘备一心享悟的光辅大汉明光尽一份力 但却屡屡受挫 盛少败多 走投无路之际 刘备只好投奔自己的同装好友 公孙赞 以求欺身之所 公孙赞一听刘备愿意来自己麾下效力 大喜过望 第二天 公孙赞就命人送来了正式的委任状 同时拨给了刘备不齐千人 以及相应的军备物资 这让刘备很是振奋 举兵八年以来 刘备麾下从来没有汇聚过超千人的队伍 公孙赞对自己的后代 让刘备重新看到了希望 不久之后 刘备的誓言又迎来了一次腾飞 公元193年秋 眼中目曹操 东宫徐州 发誓要杀绝陶迁一族 以报父亲兄弟惨死之仇 鹏城一战 陶迁大败 单济出陶 曹操没有抓住陶迁 就拿鹏城的无辜百姓出去 随后便下地屠城 史称坑沙男女数万口于四水 水为不流 徐州木陶迁自知挡不住曹操 只好四处求援 刘备听闻徐州百姓的惨状 立刻出兵援救 虽然刘备兵少 却愿意舍密相助 而且部署关于张飞 赵云均是百战勇将 这让刘备格外受到陶迁的赏识 一见面就得到四千金兵的指挥权 和大量的军器物资 陶迁送了刘备兵马不说 接着他又上表汉献帝 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 如此一来 刘备不仅实力得到了扩充 还成了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 再加上想要通过率军征战 为汉市建功立业 刘备与关于张飞赵云等部将 率军进驻豫州的小配 为陶迁充当起了抵挡曹军的屏障 就在刘备的事业逐步走向正轨之时 他的靠山陶迁却病危了 公元195年 陶迁必顾 临终前把自己的助手 弥竹叫到病榻前 嘱咐道 当今天下多事 非刘玄德不能安定四周 我明目之后 诉奉刘氏为主 切记 陶迁一死 弥处立即率领大小官员 赶往小配 请刘备就任徐州牧 徐州牧 多少人眼红啊 选得为何还要推辞 正因为太多人给予这徐州 所以我不敢接受 远的不说 袁术就忽视眈眈 我娶着徐州牧 怕到时还要拱手让人 我 玄德可曾想过 徐州阴府 户口百万 若使军有意居尊 在下可以为使军招募布齐兵十万 并提供足够粮草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有十万精兵 你何惧那援术 既如此 那贝 就不再推辞 于是刘备成为了徐州新主 不仅声名远播受众人拥戴 也使刘备迈入了群雄争霸的主战场 在历史洪流的推动下 也许原本只是想被汉世出力 在乱世自保的刘备 真正将光复汉世的使命印在了心里